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第四届台湾科学节 以基础科学开创未来为主题 由教育部与国家科学 及技术委员会共同主办 小朋友学习科学 环境保育知识 边学边玩 丰富的科学展览 包含科学实验秀 工作坊和互动演出等 让孩子深入认识基础科学的发展 同时也展现自己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亲身体验科学魅力 就是希望能够 就是让更多人 能够就是亲近科学 爱好科学 就是真正的了解科学教育 因为已经不是以前我们学科里面 我们可能会讨厌背诵 被理化公式 或者是数学背公式什么的 我们希望是用一个就是让 最接近生活的方式 然后用有趣好玩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科学好好玩 从今就是可以喜欢上科学 那我们也引进了所有最新的 然后最多的研究到我们科教管来 就是希望大家说 透过这一次之后能够回去去 连接到自己课堂上的学习 然后重新喜欢上科学教育这样子 台湾科学节今年迈入第四届 参展商逐年增加 摊位约有160摊盛矿空前 透过新奇又有趣的动手探究 演示及体验方式 启发全民对科学的兴趣与好奇心 我们今年总共有五大区分别是第一区是多元学习 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些不完全是科学类 例如说艺术教育馆 国立故宫博物院 他们有一些不错的东西 我们也一起带来这边推广 那另外B区我们则是讲有序环境 主要是对于就是环境保护有关的议题 我们都把它南瓜到这边来 那C区则是科学科技 我们走的是大专院校 以及国科会 科教十座学门的二十几座学校 他们一起来展示他们的最新的研究这样子 还有这第一区我们是STIN 也就是跨领域的学习 那这边有一些是学校的老师 他们有带学生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跟科学玩具有关的公司 他们也有来这边摆摊 就是希望把一些新的东西推展给大家 那最后还有一区是全民园教 我们今年有跟东区级专科的 这个原住民资源中心合作 那他们也会带来二十一所的这个学校 他们都有来摆摊 展示他们最新的这些就是传统艺术这样子 其实科教馆独有独有的 就在科学节的第二周的礼拜五 我们设为一个是校园日 就是希望说这么多的摊位 我们不要是只有期待六日的时候 请家长带过来 我们礼拜五的话学校 我们希望学校能够带整团学生过来 所以我们其实有发文到各个学校 但我们发文的话其实是北北基讨 就是让他们今天能够来我们科教馆 免费参观 所以今天的是校园团体 我们馆都是常常免费 然后外面的摊位也是免费这样子 教育部推动台湾科学节 希望科学普及化 让学习科学及运用科学 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学习科学也可以变得轻松愉快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紫黄玉茶是来自南投渔池的山区 变异种茶珠 味香如何不苦涩 茶农李江源指出 紫黄玉茶一年四季 皆呈现不同的色泽 味道也有所不同 独具特色 浸泡茶叶倒入茶杯 一股清甜风味扑鼻而来 再喝上一口味干带蜜香 完全没有苦涩味 这是茶农李江源 在南投渔池陆浩附近山区 发现的变异种茶叶 所泡出来的好味道 他在民国90年 发现这株美丽的茶树 连年尝试制茶 一种植株呈现四季风味 没有这个组合液 喝起来带有那个 蜂蜜蜜香的味道 很润合 它不会瘦 所以泡茶的话 它茶水很多 可以泡七泡 平常的话 那个乌龙茶 或是十八号的茶 只能泡三泡熬一 这个我可以泡七泡 李江源将这种茶叶取名为紫黄玉 叶面布满达摩蓝线液 四季呈现不同颜色 专家说这样的变异种实属难得 李江源也没有大量种植量产 因此茶叶珍贵 供不应求 大部分的山茶在野外的正常状况 都是绿色的 不同的绿色 那但是像这种半夜的变异株 是非常的特别的 那它需要 偶尔它才会 大概几万分之一的几率 会发生这种变异 我爸爸后来才要种茶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老实说我是反对的 因为其实这糖红茶 超多人在种 那我觉得我们离不开 可能变成后起之秀 所以后来我公共跟我说 没有我们家茶不一样 我说好那我回去喝喝看 对 然后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 我公共就泡给我喝 那他也拿就是当地 就是比较多人种的红茶 一起泡给我喝 那我 我那时候喝的时候 真的有经验了一下 对就觉得真的就是 跟我平常在喝到的红茶 不太一样 对而且它真的就是酒泡不胜 不像说我们平常泡红茶要 赶快把茶汤沥起来这样子 对 对啊 所以那时候觉得 还蛮特别的 他们说我这个茶叶是变色 它每一季都不同的颜色 春天绿色 夏天紫白 秋天煮黄 冬天就变好像黄金那样 都金黄色了 但是它的颜色会变 然后那个茶味也是不一样 它有熔岩味道啦 还有什么蜜香啦 都有啦 他们就叫我一直推广下去 适逢科教馆台湾科学节展览 李江源也北上来推广 他研制了十几年的紫黄浴茶 让台北市民也能喝上这样独具在地特色的好滋味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方查气 竟改吸收外籍人士作为提领车手 台北市警局内湖分局就发现了一名香港籍的男子 雷以来台观光为名义 在全省各地提领诈骗所得 警方敢在周贤出境前 在桃园机场将他逮捕 画面左上方走入的黑衣男子 就是香港籍周姓嫌犯 台北市警局内湖分局在分析相关情知时发现 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方查气 改招募外籍人士为提领车手 利用官方名义短期来台 在入住日租套房及小型宾馆作为常立处所 警方经交叉比对发现 56岁的香港籍周姓男子设有仲嫌 敢在周贤准备出境时 在桃园机场将他拦截逮捕 经同仁分析比对相关影像 锁定香港籍周姓男子设有仲嫌 报请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核发居票 经过数日埋胡跟间 于10月25日在桃园机场 将正准备出境的周贤居提到案 警方已经依诈骑及洗钱防治法等 最前将周姓嫌犯移送 士林地检署侦办 并持续追查幕后的诈骗集团 警方强调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只要涉及诈骗行为 通通拦逃罚网 记者张启腾 采访报导 再带你来看 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成立满30周年 举办30年贯穿式儿少宝系统 成果发表 副总统拟参选人赖佩霞 同时是资深更生人义工 看到过往参与关怀的行动老照片 不禁热泪盈眶 饶舌歌手栗子 17岁因毒品伤害案 进入台北少年关护所 在人生最低谷时 遇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家人及社工的陪伴与鼓励 成为他改变的动力 决心戒毒后 因缘际会接触到饶舌音乐 开启创作之路 接触过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变化 怎么样的影响 可能就让我真的想要认真 去把嘻哈跟我喜欢的创作也做好吗 所以当你跟同财在一起 在做这个东西 你还不像的样子的时候 他们都会歧视 然后排斥 就觉得说你那么烂 你又不行 我干嘛的 但是小青老师带我来这边之后 大家都直接叫我跟他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不行 他们给你贴了一个很好的标签 让你先相信自己 他们比你相信自己更先相信你 像我是想要当艺术家人 但我觉得我生活太平凡 是没有办法成为艺术家的 但是我的歌唱老师 他就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其实你是 因为你会把你弄想慢慢实践 其实就是生活实践艺术家 我就觉得OK OK 很不错 我们年轻人的style 那你会想给我们协会 或是想给跟你一样的青年们 怎么样的建议建言呢 就是如果觉得人身材 是有机会选择的 如果你还是能看见 比你更惨的人 他也努力地活着 那你一定要相信 你还可以 你一定OK 然后这个协会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只有两个字 谢谢 身为资深更生人义工的赖佩霞 看到过去参与更生人 关怀行动的老照片 不禁热泪盈眶 他感谢协会一路坚持付出 陪伴少年竹梦圆梦 因为今天要来参与 今天这个活动 我就回想了一下 然后就想到 最早的几个老朋友 孙悦孙叔叔 我们的时候就跟教会一起 就到跟更生团期 就很早 所以我二十出头 我就很幸运 就可以开始接触到更生人 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我听到了很多的故事 然后今天的邀请 秘书长的邀请 就突然之间 还有一些照片 我觉得最感人的是照片 因为我望性很高 我不太记得这些事情 一直到他们给我一些照片 我才想到说 对那时候到少年关户所 还有成人的男子监狱 女子监狱 所以我要说的是 特别对这些更生的少年 这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历程 有一天你一定会 以你自己的职业为荣 我希望这每一个孩子 经过了这些挫折 理由不一样 可能是原生家庭 可能是经济的诱惑 或者是交错了朋友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有这样的协会对你们的支持 然后你们有需要 你们知道有谁可以找 有谁可以帮着你 去完成你的梦想 当然我们以前都说有梦最美 但是陪你做梦的人很重要 那我很谢谢协会 还有谢谢很多相关的团体 你们一直都很默默地 在陪这些孩子 撞过台湾联盟理事长吴怡农 与台北市社会局长姚淑文 也到场支持协会 看透过工部门与民间力量 让更生少年在人生的道路上 能有选择的机会 多数的我们都非常的幸运 我们有家庭 我们有老师 我们有同学跟朋友们 适时的 及时的接得住我们 那有一些人 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或许没有那么的幸运 他们需要多绕一点路 他们需要社会的包容 需要社会多一点点的陪伴 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这里 这是为什么 我们跟生少年关怀协会 过去30年来 在做这么重要的工作 一个成熟的 有任性的社会安全网 真的很重要 但是很不容易 无论是在资商的工作 无论是在安全的维护上 各式各样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努力的话 我们应该要给他们更多 可以选择空间 选择是他们的权利 但是机会是我们必须要提供 所以我想其实 不论是站在公务部门 或是今天站在各位 当我们社区的议员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给的就是希望 所以我想其实 今天我们跟生少年关怀协会 这么多年来 我想不论是新北台北 都是对我们的这个少年来讲 其实真的是提供太多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邀请大家共同 活动中秘书长江元凯更揭开新logo 象征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迈向下个30年 将跨出双北扩展全国 让协会可以接触到台湾各个 有需要的角落 我们我大概解释一下 这个logo的意义 第一个我们用的这个水蓝色 是代表一种包围 代表一种清澈 一种沉浸 我们像营造一个环境 让孩子在一个安全被包围 能够干净的环境里面 我们来提担他们 那第二个是 我们会提供很多的创意性的服务 协助他们能够来发展兴趣 能够来支持他们成长跟学习 让他们找到人生的方向 能够不断成长 再来黄色的部分 是希望透过我们这些工作 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 然后未来能够连结成一个平台 他们可以在这里发光发热 我们也可以跟许多的伙伴 一起共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 他们未来也可以回来 来帮助他们的地理面 我就真的常常有些时候 看到大家的捐款 看到大家的帮忙 愿意来到现场帮忙 肯定我们 我常常觉得自己做的事 好像没有那么了不起 因为每天面对的都是真的 真的非常辛苦的这些课题 但是真的就是知道有这群人 来帮助我们 也来关怀我们 除了我们关怀孩子 还有一群人 从为我们的后论 以至于协会 从过去一个小小的单位 能够走到现在30年 有6个单位 11个服务点 能够 其实每一个服务点 回向前都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没有一个服务点 是按照计划揭秘起来 全部都是很刑激的揭秘过程 30年来 更生少年关怀协会 运用三级预防的概念 建立贯穿式儿少保护系统 从司法少年开启服务 回推到社区预防工作 开展六大服务 陪伴超过24万人次少年 找到未来的方向 成为接住生命的那双手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为了掌握台湾河川废弃物的现况 荒野保护协会与受险公司 及明治科技大学的师生 攜手进行穿废快筛调查计划 希望借由这项计划 让工部门执行起来更有效率 荒野保护协会2020年 发表全台第一份淡水河 穿废快筛调查报告 今年在针对淡水河域复查 比较2020年与2023年 穿废数量发现 河岸段废弃物明显增长 相较三年前 平均每公里73袋垃圾 今年增至156袋 其中有七成是生活常用的 一次性饮食废弃物 虽然我们过去做了很多淨灘的活动 那在淨灘的过程当中 发现垃圾 这个废弃物的来源 其实跟河川陆地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发想就是 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废弃物的源头 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那所以河川跟河川上游的山林 都是我们在关注的目标 但是在现阶段 我们还没有能力去 去关注到山林的部分 所以会以河川优先 来做这个调查 那希望能够知道说 河川的废弃物到底 在我们淨灘的过程中 在海滩上贡献了多少的垃圾量 那最后我们发现 哇 那个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调查活动 把这个数据揭露之后 可以跟工部门合作 一起来尽快的把这个 河川的废弃物清理掉 让整个河川回复到干净的状态 调查数据显示 废弃物堆积位置 以河道交汇处及赶潮河段为主 受到地形弯曲与植被形态影响 废弃物多堆积于下游三处河岸段 有八成垃圾集中于6%的河岸段上 我们真的在河川在垃圾的时候 我们竟然有发现就是有 像是机车的安全帽 轮胎 然后甚至还有机车的坐垫 就是会有这些很非常特别的垃圾 怎么会竟然出现在河川里面 但当然你会看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垃圾 但当然你也会遇到就是 真的有民众自主的去河川旁边捡垃圾 这样子 也是会遇到这些很 就是说他看得到的就捡 没看到的就也只能这样算了 那那个调查的结果 其实对我们在政策的一个推动 以及我们相关那个河岸的一个清理 都有非常多的一个参考价值 那尤其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废弃物的种类仍然是 以日常生活一次性的那个废弃物为主 那我们新北市从那个很多年前就开始推不速之客 我们会持续来推动源头减量 来降低这些废弃物的产生 来减少直接进入到环境 那更能够直接避免进入到环境之后 还要再来做清理的一个动作 荒野保护协会与受险公司及明治科技大学学生 攜手进行川费快筛调查计划 希望借由这项计划 让工部门的川费轻运执行起来能够更有效率 同时唤起大众对河川保育议题的重视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都更五件政策再加两件 防灾型都市更新专案及整件住宅专案计划 只要符合有明显危害公共安全建筑物的法定条件 市府将给予容积奖励 最高可达100% 并提供多元的协助 台北市30年以上老屋高达64万户 为了加速危险老旧建筑都市更新 台北市长蒋万安即今年3月宣布都更五件后 再宣布加两件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整宅海沙屋及耐震力不足 而有危害的物件 市府就给100%的容积奖励 那防灾度跟适用的对象 当然我刚刚讲的一个是危险建筑物的部分 那刚刚有讲过是这个 这个耐震不足的部分 安逸子小0.35 那这部分是我们辅导的一个对象 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这个 这个都更其实跟都更后 其实对都市环境有一些 好的这个正向的影响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些条件 譬如说基地条件1000平方公尺 太小的这个部分 其实对都市可能也不是 都市更新后对都市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设定了100平方公尺 那合法房屋经过 很多耐震建立能力不足的部分 这大概是我们主要 主要这个 辅导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这个建筑物里面 都更你只要大概满足了 大概结构安全 任性的耐厚的任性 或者是有三环境跟居家 房灾的时候 你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需求 基本上我们就会给予 大概1.8倍到2倍的一个基准容积 那这个部分是不需要 只要额外具有做相关的对象 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基本上都可以 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奖励 所以我们原本都更的奖励 都会知道就是1.5倍 50% 那这个是都更条件里面要求的一个规定 那我们这一次的专案的部分 在1.5倍以下 再增加了30%的一个奖励的部分 你只要符合刚刚讲的那几箱 基本上我们就会给30%的一场劲 让这个都更能够 赶快的做进行 那另外大家有提到 他如果是海沙屋不足 他如果是海沙屋又耐震力不足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给到 大概2倍的上限的奖励为基础 这当然是我们这个奖励的一个内容 整宅专案的部分 我刚刚有说明的部分 大概19处 现在还没有 这个重建的这个部分 我们积极的协助 那我们协助的部分 明曼或公曼都更都适用 并不是说这个只有公曼都更 才可以明曼都更 基本上也是OK的 那基本上刚刚也讲到 你要有满足一些设置的规范 譬如说你要退缩 要有雨水 要有推缩建筑 要有雨水滋留 或者一些开放性空间的流涉 那这个部分 是对都更以后的这个都市环境的友善心做贡献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贡献的时候 因为都更 因为整栽的部分 它基本上它的户数非常的多 那每户非常的狭小 所以我们大概原则上是给到 除了路根奖励50之外 另外我们直接给予50%的一个容积奖励 那这样的容积奖励 基本上希望能够确保 这个民众的一个有面积的居住 那这边要说明的部分 我们最高 我们的 我们大概还是有些淡数 这个基础容积 基本上 是以两倍为上限 这不可能再往上 因为其实 我们常常讲 度分要成功 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地价 一个是照价 一个是民众的这个意愿 意思是说它要分为多少 那我不可能给到 毕竟这个容积是一个共共产 所以我们还是以两倍上限为基础 那这边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整台专的奖励 基本上是给到两倍 那这部分大家只要满足 刚刚前面的一个条件 基本上都能够适用 那另外我们也在思考是说 那整台的这个住户 它单元可能非常的小 那我们现在这个 基本的居住的需求 大概46平方公尺 那如果没办法满足的时候 除了容金之外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能够解决 那我们这次提出来的部分 大概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是协助去 协助去做这个每一盒贷款的申请 那我们单元去争取到 比较优的一个贷款的方案 那另外一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就 这些差额找赌的这个部分 由市府来支付这个利息的部分 那民众还是要支付它的一个文件 那利息的部分由政府来支付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两个方式 能够解决这个居住 存在长久以来 大家觉得说 那个面积比较狭小的一个状况 更重要的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相关的政策 加速我们这些老旧建筑物 以及有安全因率的建物进行更新 所以这一次我们多了两件 多射出的这两件就是第一 防灾型都根 第二 整宅专案 防灾型都根 简单来讲 就是针对海沙屋 或者耐震不足的建筑物 我们透过三个原则 包括 增诱因 加速办 减灾害 我们这一次只要针对耐震不足 达到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给予 容积奖励 30% 如果又是 力量过高 经过检测之后 我们就给50%的容积奖励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容积 我们提高到1.8到2倍之多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力道 来提高 并且加速 我们这些需要 防灾型的都市更新 第二个 我们减灾害 刚刚也谈到 我们希望 未来 它的整体规划 是朝向 友善环境 居住防灾 耐后 任性 以及结构安全 四个方向 我们当然希望更新 只要 未来更新 要盖的安全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 加速办 我们就加速整个神医的速度 甚至我们用强制拆除的做法 来都市更新 来针对这些有安全意义的建物 进行更新 第二个 第二支建 就是整宅专案 整间住宅 台北市目前还有19处 并没有完成重建 所以针对这19处 我们再次提出专案 一样增加容积 另一方面 我们补利息 也就是提供相关财户的协助 包括我们利息的补贴 媒合贷款 另一个 我们就是不管是公办 或是民办 我们都可以一体使用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透过整宅的专案 希望针对这1万多户 还没有进行重建的整宅住户 我们希望能够加速 我们整个更新的速度 所以透过这两支建 我们希望能够加大的力道 推动都市更新 其实上个星期 我到首尔 去参加城市峰会论坛 跟首尔市长见面的时候 我们也共同讨论到了 都市更新这个议题 因为首尔同样面对 很多老旧的建物 我们交换了意见 另一方面 我也跟新加坡 国家发展部的李志生部长见面 他也谈到我们相关都市更新的政策 因为在新加坡 他们也同样面对接下来 他们发展非常久 组屋的议题 现在也面临了艰巨的挑战 我就告诉他 说我上了之后 我没有提出都跟五箭 他还说五箭是什么 我说就是射箭的箭 Five arrows 他了解 而且我还跟他说 首尔回来 我还会再宣布两支箭 Another two arrows 他非常惊讶 他说你们速度好快 我说我们面对的挑战 是非常艰巨的 然后我也跟他讲相关的数据 他了解到 必须要大力的推动都市更新 他也对于我们提出相关的政策 也觉得很值得他们带回去参考 所以我提这一点 就是表示 对的事情 我们会坚持 我们也会持续的收集各方的意见 让大家都能够有更高的意愿 参与都市更新 北市府提出更多诱因 希望全民一起加入围绕都根 保障住户一个安全的家 蒋湾表示 北市至少有5000户海沙屋 破万户整建住宅 数十万户未符合现代 耐政标准的建筑 透过都根新政 期盼翻转城市围绕现况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南港区首次举办 东区社区杯三对三斗牛赛 主办的玉城里里长黄聪志 除了实现竞选承诺 也期盼透过来球比赛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投入社区事务 一个精彩的火锅后 随即妙传队友在三分线外放冷箭得分 这项在南港运动中心 进行了台北市东区社区杯三对三斗牛赛首次举办 筹办的南港区玉城里里长黄聪志表示 主要是为了实现竞选承诺 同时也透过篮球运动 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社区活动 刚开始还一度担心报名队伍数太少 结果共有45对参赛 让本身也爱打篮球的黄聪志相当开心 参选里长的时候的政见之一 就是要举办社区的三对三斗牛篮球比赛 这是其一 后来发现青少年很重要 我们就算这个族群 我们担任里长这些年来 青少年族群比较少参与社区活动 怎么让青少年参与社区活动 一直在绞尽脑汁 那终于这一次 先南港运动中心非常良善美意 提供场地 我们先敲它的时间 我们这个活动办得非常长处 因为先敲场地 有场地才能办活动 那场地确定10月1号 我们9月21号规划 开始规划 然后22号公告 28号截止报名 就42队报名 这对我们这个团队 有很大的一个激励 还有我自己台北科大市职位 今年刚好担任了会长 也想本来就在市职位的提案 你建设的提案要举办 三对三斗牛篮球赛 市职位来讲 清算的活动也是很难的 市职位要办清算的活动也是很难的 有这提案通过 通过然后以专区为单位 号召几个市职位 专区有七八个市职位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 等于是我们国际市职位 300A1区 我们台北市台北高大市职位 所属的第二专区 以下一些分会 还有玉城里办公处 还有中华民国 这个荣卧南局协会 加上南港运动中心 那当然主办单位是 我们南港区体育会 我们是先写计划书送体育会 其实还在审查 我们就办了 就先办了 那过程是想 第一报名要免费 第二要提供奖金 这是我们筹备的共识 我们都提供第一名三千 第二名两千 第三名一千五 第四名一千 我们提供第一到第四名都有奖金 这小朋友是个鼓励 那果然这个后来透过很多 很多团队 我们团队里面各自的通路 拜托 然后他报名进来 你知道刚开始第一天才七个 七队报名 我想哇 怎么办 就隔天隔了一天 三十几队 决定就报了 經过激烈的竞赛 四组名次出炉 国小组冠军由V-Plus拿下 国中组第一名是敦钟Rebels 高中组冠军由一人一千夺得 社会组则是想不到叫什么队夺冠 黄秋寺强调 台北市东区社区杯三对三 斗牛赛明年将持续举办 希望透过这项比赛 让爱打篮球的市民以求会友 也协助让基层篮球运动 在社区扎根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根据卫福部资料 台湾新确诊乳癌女性患者 有高达三成年龄不到五十岁 显示乳癌发生年纪有下降的趋势 眼睛就是开始觉得有异物 然后就是去那个眼科检查 可是看了很多次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现年四十八岁的林女士 十多年前确诊乳癌 开刀切除并接受辅助化疗 及放射治疗 持续十年服用抗磁激素剂 成功停药不需追踪 没想到两年前发现幼颜异常就医 竟是罕见的乳癌复发 眼睛那边就怪怪的 那那个时候眼睛 其实大概就不太能动了 就是幼颜 幼颜喔 然后就想说 那时候这样 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到 对啊 然后就是去张机 腫院那边去检查 然后就是化验之后才发现 哇 乳癌 根据卫福部109年资料 17000多名台湾新确诊女性乳癌患者中 不到50岁的年轻个案就高达三成 显示乳癌发生年纪有下谈趋势 而每4名患者就有一名 在治疗5到10年后复发或转移 基因检测已是癌症治疗的必要过程 年轻乳癌它的这个疾病有什么特别的 跟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乳癌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第一个70%它都是荷尔蒙受体为阳性的这个病患 然后再者呢 它的肿瘤恶性度会稍微比较高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诊断 开始诊断是晚期的比例也比较高 那合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它比较不容易诊断 因为年纪轻的女生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有些时候会常常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健康 再来就是死亡率小度就会比较高一些 乳癌其实有分不同的型别 端看说我们这个细胞受体上面的一些分布 还有刺激产生的一些这个所谓讯息传递的一些这个不同 而分成不同的型别 那就有包含了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 它占了70%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乳癌的族群 那再者呢 还有荷尔蒙阳性 荷兔阳性 或者是荷尔蒙阴性 荷兔阴性的 荷兔阳性的 还有所谓的三阴性乳癌 它有不同的分性 那常常我在跟我的病人讲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就是说 人都叫人 人类 但是呢有黑人 白人 黄中人 每一种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文化都不同 基因也不同 所以其实乳癌也是这样 乳癌是一个大的一个统称 但是下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次分性 那其中每四个人有可能是在五年或十年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复发或转移 好 那所以高发生率的这种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的话 你就必须得要注意这样的状况 好 而且呢这个大概有一半的五年之后 会有一些复发或转移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也有很好的药物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这个支持 到底有哪些人需要做基因检测 不是说我今天乳癌 是不是现在就要立刻马上去做一个很贵的基因检测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复发或是转移的乳癌病 那或者是说呢 是有癌症基因的这个家族史 好 这个非常重要 再者就是如果是早期乳癌的患者呢 你的肿瘤大小是一到五公分 那零八截转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那这时候也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做一个基本的基因检测 去了解到说我的基因是不是带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 我们其实很鼓励大家病友要先了解你的治疗计划 因为现在的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 我还记得大概我在八年前确诊的时候 同样有社团的年轻乳癌病有跟我说 医师说他已经就是转移到全身 像刚刚分享的就是骨头都是这样 然后医师说可是那个时候可能适合他的只有化疗 就没有别的药物 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 有许多新的药物的发生 就是在这些新的药物的帮助下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更精准的治疗 甚至是基因的检测 了解你的雅形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也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这个对病友来说真的帮助很大 我们乳癌的治疗 其实治疗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一个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是复发转移的恐惧的压力 会陪伴病友一辈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维持这个一辈子的就是心理健康呢 我们要就是持续的服药跟回症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 记得跟你的主治医师沟通 然后积极治疗不要拖延 因为好的早期治疗早期发现 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效果 高发生率的乳癌一直是女性健康的电影哟 但面对乳癌我们可以不用恐惧 现在有更精准更多元的治疗方式 透过口服药物的治疗 我们可以延缓疾病的恶化 更可以让我们活得更美更好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月 金奖主持人Lulu 黄璐子音 受邀拍摄乳癌胃教影片 鼓励癌友积极面对疾病 主动认识治疗方针 即使转移复发也不要恐惧灰心 其实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 但只有你自己不能放弃你自己 然后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口服药物 然后呢就透过基因检测也可以找到 你是属于哪一型哪一型 就是我们做的对症下药嘛 然后呢就是分门别类 你适合这一型就去这一型的去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我的立场就是 我已经知道有这样子的方式了 然后医学一直进步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们每个人不知道 为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如果真的面临到这样子的一天 先不要紧张 我们会害怕是因为 我们对这个病症太多的未知了 我们因为未知所以我们很害怕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未知处理 到变成我好像了解了 我有大概有一点点了解 我就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害怕 我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她 面对她这样子 卫福部国健署提供45岁至70岁女性 每两年一次乳房筛检 乳有家族史 可提前自40岁开始 呼吁女性朋友积极筛检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效果也越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政府外来要推广年轻朋友 欣赏表演艺术活动 推出了你看戏我买单的青年限定专属展演场次 涉及在台北市的18岁到21岁的青年 都可以用台北通APP登记抽签 取得免费的入场票感受表演艺术的魅力 台北市长蒋万安跟着三道猴子一起跳舞活力十足 同时推广青年进剧场看艺术活动 蒋万安笑说自己是即兴演出 借着这次宣布响应文化部成年离经政策 让北市青年免费看表演 我觉得你可以增加一些文化涵养啊 B 那太难了 不会啊 你可以多看一些表演艺术啊 在台北就有很多很多的表演啊 像是最近有两个国外的团体 由七手指特技剧场即将带来的Bass & Jazz Bass & Jazz 还有因巴尔本海姆即将要演出的Blee Blee 还有还有两个国内的团体 有很会说故事的故事工厂带来的倒数婚姻啊 倒数婚姻 现在有一个很棒的专案 叫做你看戏我买单啊 免费看戏这么棒 该不会是诈骗集团耶 他有一些条件跟规定啊 等我查到了我再告诉你啊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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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我想起来那出音乐剧的名字了啊 剧名是 海角七号音乐剧 其实我要先谢谢全民大剧团 这个迷你音乐剧让我有机会噶一脚 虽然说这是第一次能够边唱边跳 但是我觉得各在其中非常的不一样 很兴奋 那同时我也要谢谢故事工厂 在去年让我参与了我们与二的距离 只用高了一脚 那也是我第一次站上我家戏剧院 然后呢面对这么多的观众啊 所以我才了解到其实戏剧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特别要站上舞台 面对这么多观众 事前很多的排练严定 更不用讲 其实整个剧团背后 还有很多包括写剧本 包括灯光 这个影响 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团队 以及未来我们怎么样 让这个产业能蓬勃发展 我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才刚刚从韩国首尔回来 这一次去首尔 我特别去看了首尔大学路剧场一条街 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之前我就有听说 大学路这一条街上 上面都是很多的剧场 大大小小 但事实上它不是一条街而已 它是整个区块 我去了以后非常的惊艳 他们主要的负责呢 带着我 帮我这样介绍 光是这个小小这个区 也不叫小小一区 他说我们当天晚上去看 大概只是他们的小小一部分 只有两百多家 大中小型的剧场 而他跟我介绍 不是有话剧 有音乐剧 最让我好奇的 我一端问他 为什么韩国有这么多人 喜爱走进剧场去看这些表演 他反而觉得我问这个问题很特别 难道在台湾里面 没有这么多人喜欢去看剧吗 而且他们百分之九十八 看剧的都是女性 这也是非常非常令我感到惊讶 而且他也跟我讲他们相关的整个产业是非常的成熟 不只是刚刚谈到的编剧写故事 表演者背后的音效音乐灯光 包括整个售票的平台 以及他们怎么样去跟国外谈授权 以及授权了以后怎么样改编 而且甚至做得更好 他说他们改编以后 在韩国首尔表演 很多原创的这些创作家 邀请他们到海外去表演 所以我想这个都非常值得我们借进跟学习 也因此我们文化局特别推出 你看戏我买单 针对年轻朋友十八到二十一岁 涉及在台北市 透过我们的台北通APP 就可以登录筹签 我们提供了三千个座位 在十一月份有四档戏 非常精彩 就是希望慢慢培养年轻朋友 能够有机会去体验到剧场去看戏 同时爱上我们的戏剧 我们也要给这些辛苦 从事相关戏剧产业的伙伴跟朋友 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我想我们需要像韩国首尔他们这样子 政府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跟知识的力量 配合民间的企业 以及结合我们这些优秀的创作者 表演工作者 大家一起努力 我相信台北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猴子有三道 倒地 倒酒 倒棍手 可可 四档节目切合青年族群 期盼让青年朋友走进剧场 清零剧场感受丰沛的表演艺术能量 另外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和台北市立国乐团 共推出二十九档演出活动 开放成年礼金五折优惠 希望喜欢艺文的年轻朋友 能够享受艺术的美好 从而支持艺文产业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十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从机上河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处两年以下 徒刑和五十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保三总队与基隆官在台北港查获马来西亚来的货柜 藏有市价1亿多元的毒品 走私集团手法相当细腻 还是逃不过海关精密的仪器 总计取出了50几公斤的毒品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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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人在里面 还没有人在里面 企图干员冲进屋内 赫令走私嫌犯统统趴下 仔细地搜索 有没有其他共犯 查棄人员兵分多路 陆续逮捕了5名嫌犯 这起运毒案 保三总队在台北港查获 从马来西亚的货柜 里面一式夹带毒品 他先是在日前 先购买了这个车床的这个机械 从台湾先出口到马来西亚 并在马来西亚 以石棺来结合这个车床 来利用它的这个空间 里面的空间来夹伤毒品 在进口回来台湾 而且它还特别的针对 这个刻意的加工灌浆 增加它的这个石棺的厚度 来躲避这个的查验 长达168公分 宽98公分 高110公分的车床 经过走私集团灌入水泥 钢板用夹成 宛如石棺封关相当厚实 查检员花了好一番功夫 才将它切割 果然在里面查到毒品 走私集团它特别加工 将这个类似石棺的水泥封关的 石棺的货柜的这个物品 那当毒品常放在里面 当然它为了要躲避这个查验 我们专案小组 最后是一些科技征收的仪器 想办法深入了 确认里面有相关的这个茶叶 包装的毒品的内容的毒品 我们才将它破坏 然后确实将它取出这些毒品 它是一个铁制品 做成一个四方形的一个长方体 那中间是中空的 那这个长方体的内层内壁 还贯注了十几公民后的一个水泥灌价 所以它就食物酮是一个铜墙铁壁般的 我们刚刚就是说 我们宝山这边要称为叫石棺 石棺 那非常的坚固坚硬 那 我们根据海关这个宝山的这个情绪 那我们海关的同仁 当然预计它的一个茶器的一个经验 从这个仓单的过滤筛选方面 还有针对这个货物来的一个属性 还有Lion 3 还有它的包装的情形 我们就把它筛选出来是英家的茶器的一个标的物 那当然也更借重以我们海关 现代化茶宴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仪器 然后再同仁这个大胆的一个假设 小心求证下的气候不捨的 使用的各种工具 历史花了四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基座的上层给打开 那总共在里面密窩夹藏的 有这个二级的夹击安卫上面 52包重达52.79一公斤 这起国内手中十关车床长度案件 毒品的市价高达一亿多元 五名嫌犯已经有三名被羁压 警方呼吁走私毒品是重罪 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海峡两岸港口城市论坛 10月11日盛大展开 市长谢国良与深圳市市长谭伟中 进行海港经验交流与分享 副市长邱佩玲一同出席 为基隆增添多一份国际港口的商机 在海峡两岸港口城市论坛 谢国良市长致政深圳市长出自留庸的 和平之春祠盘 期盼在未来双方合作交流春暖花开 除了两市的市长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立委罗明才 立委李德韦 桃园市公测会副执行长陈美莲 花莲县参议彭伟组等人也共同参与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期望藉由两岸交流带来和平与稳定 促进两岸城市的关系友好 为基隆增加更多商机 首先我们会持续的 未来跟深圳市进行港口各项议题的交流 我们这一次对于推动海洋教育 海洋文化等等 在论坛上都会深入的讨论 那我们花莲县县长徐真卫 他也特别有请我转答 他也希望在明年能够也一起来参加一个这样子的有意义的论坛 那另外港口经济是对于深圳来说相信是非常重要的 对基隆市来说也一样是如此 基隆市也期待透过港口经济 来更多的发展目前城市的一个情况 增加基隆在地的就业以及观光的热络 所以我觉得深圳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包括他也有一个很巨大的摩天轮 我们明天也将进行参访 那基隆市也未来在港口周边 会打造更多国际及两岸游客都会喜欢的游器的设施 跟人文艺术的空间 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城市 以及未来更多两岸之间的港口城市的一个加入 以及大家共同的交流一定会共好 让彼此都更提升更进步 也让两岸更和谐 加强与基隆组织台湾各城市在经贸投资 新兴产业海洋经济 农与产品港口航运文化交流 各领域不是合作 推进两岸港口城市高自然发展 鼓励共产发展 谢国良市长提出海港政策的愿景 也期盼将基隆打造成一座国际级的港口城市 在这个愿景下 基隆也力求促进两岸文化与经贸交流 寻求与不同单位的合作 争取城市转型与拓展港口建设之外 也要促进观光互惠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市长谢国良前往深圳万海航运进行产业考察 关心基隆在深圳台商企业进行招商 这一次考察 万海航运与益航公司也率先响应 将投资欺读的航运总部 它其实要进港的 其实算是没那么宽 是不是这样讲 这个地方比较窄 基隆港 口子这边不是很宽 对 要有技术 它不是说很宽 对对对对 你这样你就知道了 市长谢国良亲自体验航行模拟器 把船开进基隆港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到深圳市的万海航运进行产业考察 深入了解航运产业的现况跟趋势 透过互动交流 万海航运跟益航公司也率先响应 将投资七堵航运总部专区 今天来看我们万海企业的简报 就可以了解到 它是一个国际级的企业 不管在台湾 在海外 甚至在整个广东省 都有很多很深的事业布局 它的吞吐量也非常的大 事实上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的量 已经就感觉有到200万个2 真的是非常的有规模 不过我们主要未来还是希望 包括阳明海运已经有在基隆市总部 我们也希望邀请包括万海 包括义航等其他的航运企业 未来能够更深一层的在基隆布局 因为我们也将结合一些产学合作的计划 打造智慧物流供应链的学校 所以未来基隆是一个在航运企业能够 产学合作的一个重要基地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过来关心台商的情况 但一方面也希望跟万海这样子一个 有规模的企业来积极的招商 希望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基隆企图 也就是航运总部的专区能够做更积极的布局 这趟考察交流有许多企业家一起参与 包含万海航运台北总公司叶文超副总经理 万海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朱翰鹏 义航公司郭仁豪董事长 美国国际物流协会台湾分会理事长詹斯敦 长春货柜林总新总经理 企业家们在现场进行经验分享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也将在七堵航运总部 推动物流与供应链专业训练课程 协助企业推动人工智能 自动化、数位转型 立促相关的产业产学合作的交流机会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这些村子 希望大家不要买到这个地方 请订阅 您的发言 您的发言 您可以预告 二姐姐过 你那是五银角吗 怎么料的 快教我 什么五银角 是我的地价税 不赢了 赶着去缴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超方便 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 可以选择哦 第12年地价税开中 安心缴纳一直动